美国导演麦克伯曼和新唐人电视台联合制作的自由中国纪录片 预计今年7月全台正式上映 28号晚间在交通大学举行特应座谈会 与会者表示这是一部描述自由民主人权最有价值的影片 其实我没有看过 不过我没有亲眼看过 但是我真的很相信有这样的事实 这是28日在交大举办的自由中国特应会 学生们看完后的体会 刚看那个影片真的是感到很怎么说 愤慨是什么吧 为了人权自由可以牺牲很多东西 对这是我觉得一般人不容易想象到的 对我觉得一般人可能没办法有那种信念 对那么强 获得国际六大奖项并准备进军奥斯卡 纪录片自由中国 将法轮功在中国遭受的非法迫害 中共劳教所的黑幕真相揭开 对人性价值有更多思考 自由人权跟民主是人类共同的语言 我想是每个人类很自然 就是想追求这样的一个境界 去年回大陆探亲 曾被中共非法拘留近一个半月的 法轮功学员钟鼎邦 很高兴看见有这样一部影片 勾勒真实中国 这个影片有勇气去相信去信仰 我想对于一般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让一般人可以了解 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真相的一个影片 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来看来省思 大致上是叫美国人权协会吧 他们出版了一本书叫《清城监狱》 然后我在那边刚好碰到一个胡教授 他是中国人 他告诉我有五千人被关在那里 然后他说你所知道的中国 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假象 他的意思我想大概是说 就是中国目前还存在一个东厂 像这样的机制 就是说让人觉得 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信任 他可能一期之间就没有了 自由中国纪录片将在七月全台上映 到时也让更多人了解 自由人权普世价值的可贵 关注中国的人权真相 经常也在电视 舍志成林秋霞台湾新竹采访报导